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杰克 这段影片我们讲一下 WordPress 网站快取设定与载入速度的比较 主要是要讲一下你的 WordPress 有做快取跟没有做快取 在载入速度上会有什么不同 做快取的方式有很多种 不用说用外挂做 不用说在主机上面做设定 或者是我们透过 Cloudflare 的服务来做快取 这三种有什么差别 我们先很简单讲一下什么叫快取 在我们的 WordPress 网站 所有的页面都是经过计算之后去资料库提取 然后显示给你的 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这个网站是刚装好很干净的 WordPress 里面没有装任何的外挂 然后不仅主题就是它预设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网站的首页 它是提取你最新发表的几篇文章 所以现在只有一篇文章测试用途 所以我们的首页就是显示你在文章 写过的发表过的文章最新的可能五篇 可能十篇看你的设定 然后自动抓到你的首页 所以它会经过一连串的去计算 比方说哪篇文章比较新 那如果我是提取最新的五篇 那我就要去计算出最新的五篇 那如果我点进这篇文章 那这里就会有标题有内文 然后有发布日期有留言等等的 那这些资料也都是存在资料库 那我们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你就是在这边填标题 然后下方编辑内容 再来你要发布 发布前你可能要改一下你的网址的代称 你要设定分类标签 等等的 所以你这一篇文章 它是去资料库去提取它的标题 它的内容 它的各式各样的资料出来 结合计算之后 呈现在这个页面给你 那快取的作用就是 我第一次计算完我有结果了 那我这个结果就把它存成静态的档案 那下次再有人要打开这个页面的时候 我就不需要再去计算 那在这里就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是 不用计算载度速度变快了 所以第二个人他打开 如果这个页面是有快取的 他会觉得打开的速度比较快 第二个好处是 我们如果省下这么多计算 那我们的主机 就可以减少一些资源的消耗 同样规格的主机 就可以容纳更多的流量 所以我们一个网站 其实很难去计算说 它的流量能够承载到哪里 因为每个人的设定都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这边主要测试的项目 就是以载度速度为主 那我载度速度的做法是用 Chrome浏览器的开发者人员工具 去看他载入的速度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怎么用Chrome的开发人员工具 来看载入速度 那我们用一个无痕视窗 然后打开你要测试的网站 接下来打开开发人员工具的方式 就是很多种 最简单的就是你找一个网页的空白处 用网鼠右键点一下 然后选检查 这时候开发人员工具就会出现 但是不一定是出现 像我现在浏览器的右边 你可以在开发人员工具 右上角三个点这个地方点一下 然后在Darkside这边 你可以选四种方式 我现在选的是在浏览器的右边 你也可以让它是在下面 或者在左边 或者是它是分离视窗 那我方便录影的话 我就是让它放在右边 那我们要看载入速度 你必须在上面这边点一下Network 你第一次叫出来 它没有记录到你刚刚载入的 所以你要重新载入 那这时候就会有资料 那我们看第一个 如果你有很多个你就要往上卷 卷到最上面那一个 那这里你就会看到 你载入的速度是多少 这边如果是ms就是毫秒 那一秒会等一千毫秒 所以这个差不多半秒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测试环境 那这是一个刚装好的空的Wordpress 我们从后台可以看到我的文章 就只有一篇这是预设的文章 然后页面就是一样是预设的 刚装好Wordpress 那我在文章里面有放一张图片 所以就是刚看到这张 在布景主题没有装别的布景主题 就是一个而已 那这个是2021 是目前最新的预设的布景主题 如果你以后看到这一段影片 已经换成新的布景主题也说不一定 外挂预设装起来会有这两个 但是都没有启用 所以没有装任何外挂 使用者也只有我自己一个 那永久连结我设定在文章名称 这个永久连结会影响到 你用外挂做快取的时候 能不能产生快取 所以建议不要用预设的 其他的都可以用 接下来我们的主机是VPS主机 主机商是这一家叫Vater 那我们选用的是他普通的云主机 然后40块钱的在东京机吧 那我们这一台主机呢 用的架构是Linux加Nginx 然后MariaDB跟PHP 目前是用7.4 那这个架构是由Webino里提供的 那我们先看一下没有做快取的 Wordpress网站载入速度是怎么样 那我们刚刚讲如何启用开发人员工具的时候 也有其实看到了 就是这一个首页 我们载入的速度是592毫秒 那其实你也可以多载入几次 有时候跑400 那有时候可以跑到200多 那我们就把刚刚最差的那一次592毫秒 这一次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 装了WPSuperCache外挂会怎么样 那我们把WPSuperCache装起来 这应该算非常非常老牌的 Wordpress外挂 那我们把它装起来之后 这边有设定 设定按下去之后呢 你可以把它开启 预设是关闭的 开启之后按一下更新状态 其他的选项我们都不设定 然后我们就来载入 马上变79秒 跟刚500多秒 或者是好一点 我们跑200出头 差别就很大 那我们一样多测几次 然后这一次是99 然后102 87 81 83 102 好 所以大概是这个状态 比刚刚来说至少快一半以上 那我们一样做一下记录 是111毫秒这一个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WP Phase Cache 那这也是我蛮推荐的一个外挂 因为它设定有中文 然后设定相当简单 那它也有就是可以挂 这个Photon的图片CDN免费的 然后也可以跟 Cloudflare结合 所以以一个免费的外挂来说 它的功能已经算相当齐全 那设定上我们把能打勾的几乎都打勾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页面重整一下 好 第一次重整它有595毫秒 然后再重整第二次就已经变成180毫秒 这是这样子的快取 它不一定每次都会读到 有时候会miss 它的状态就是miss 就是miss掉没有达到那个快取 那如果有达到就会比较快 那我们可以多重整几次 大概都是在100多将近200 这样子的速度 那比起刚刚WP Super Cache来说 WP Super Cache可以做到低于100 算是蛮厉害的 那我们把WP Phase Cache的结果 记录一下 然后我们看WP Rocket WP Rocket是一套付费的外挂 它没有免费版可以下载 那我们就把WP Rocket安装起来 然后我们在设定快取的部分都用预设的 它原本就是这样子 然后档案最佳的话 这边我就先全部都打工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那我们重整第一次 好 500多毫米 再重整一下 哦低于 100 70多 101 好 那平均下来 它是比WP Super Cache还要考 毕竟是付费的 那我们把这一次的记录下来是89毫秒 接下我们看 Nginx Fast CGI 主机端的快取 那这个一定要你能够登录 主机下指令 而且你必须要有足够的权限 才能够做这个主机端的快取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快取做起来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 那我们重整第一次 通常第一次都比较差 第二次就66毫米 这是我们到目前为止看过最漂亮的数字 101 87 73 88 86 刚刚没有带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的网站后台是没有装任何外挂的 完全靠主机端在做这个快取 那它就可以跑得比刚刚我们 目前的WP Rocket外挂都还好 那你在画面上会看到这边多两个外挂 但是没有启用 是我Webnall里这一个主机的安装程式 它在我把这个Nginx的快取打开之后 它建议我装的这两个 它自动帮我装了 那一套叫Nginx Calculer 就是小帮手的意思 这个是帮我们清除快取的 那前面我们有讲快取就是你计算之后产生的结果 比方说你在首页 可是如果你的首页今天新增了一篇文章 那这一个旧版的快取就应该要被清掉 那前面几套快取外挂其实也都有清除快取的机制 可是我们现在如果是用主机端来做快取的话 并没有清除快取的机制 所以要透过这一个外挂 在发表文章送出的时候 它会自动去帮我们清除Nginx的快取 如果没有清除快取 你就会一直看到旧版的网页 然后你已经新增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旧的应该往下挪 然后你应该最上面要有新的文章 但是你看不到 因为你还是看到旧版的快取 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外挂 可以帮我们清快取 就是这个Nginx Helper 那Nginx Helper是清除的 所以跟我们刚刚产生快取也没有关系 只是说你如果用FaceCGI这种主机端 Nginx的快取 那你就要装这一套外挂来帮你清 好那我们把FaceCGI的快取 记录一下76毫秒 接下来我们来看Cloud Flare的CDN 这里还不是到快取 那会讲这个主要是我觉得有些人会认为说 我只要在Cloud Flare 然后把这一个云橘色的这个通过 FaceCGI处理打开 就是有做快取了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打开来 看一下载入速度 好那我们重整一下 第一次比较不准 多整理几次200多300多 很少可以到100左右 那怎么看有没有好Cloud Flare 你可以在这里点第一个这个名称 点开之后 然后这边有一个远端网址 那这个IP你可以跟你自己的主机IP对一下 如果不一样那就对了 不一样就是代表这个IP是Cloud Flare给你的IP 那所有要来访问你的网站都会经过Cloud Flare 那这边其实还有别的地方也会显示 像Cloud Flare 这个是它主机回应给你的 那其实我们刚刚只打开Proxy 这个橘色的云 它只是会静态档案 就是比方你的图片啊 CSS档案 JavaScript这种静态的 才会有CDN 你是快取 其实它不能讲快取 因为本来就是静态的 它只是没有把动态变成静态 动态变成静态才叫快取 那打开它的Proxy 只能是CDN的效果 就是类似图床 这张图片不是直接读你主机上面的那个档案 而是读别台主机上面的档案 所以建议的做法还是你Cloud Flare 要搭配快取外挂 那我们这边就装刚刚表现还不错的WP Super Cache 来测试看看 那我们第一次重整 第一次比较不准 第二次开始就有123 刚刚只开Cloud Flare的CDN 就很少低于200了 那你可能会问说 这跟我刚刚只装WP Super Cache 没有开Cloud Flare的时候 跑出来效果其实差不多啊 那为什么要开Cloud Flare 那我个人认为开Cloud Flare 是因为它可以帮你挡掉一些恶意攻击 那另外它也可以帮你分摊你主机的资源 比方说有些图片或有些静态档案 它可以从它的主机直接就提供给访客了 不用每次都还要读取你主机上面的静态档案 所以你主机的负担会比较小 接下来我们看Cloud Flare上面有一个服务叫Workers 那这Workers它有免费的额度 就是你每天有10万次的请求 那要把这个Workers应用在WordPress上面做快取来用的话 我们要来Cloud Flare 官方Github上面找到这一段语法 然后把这个贴到这个Cloud Flare 后台 然后做设定 不用写程式就只要输入你的E-mail Cloud Flare 那个账号的E-mail 然后API Key 跟你网域的Zone ID 区域 ID 那这边有蛮详细的设定说明 然后我们直接看设定起来之后它的效果怎么样 那我们一样重整一下这个页面 第一次比较差 再来就是稍微100多 107 稍微100出头 那怎么看有没有走这个Workers 你可以把它打开 那Workers的这里会加这种 HTML Edge Cache 就是我们刚刚在Github上面看到这个就叫 这个HTML Edge Cache 所以它会加这一个Header上去 那你可以看这个Status是Hit Refresh 所以我们有重整吧 重新载入 有Hit 然后上面也是有一个CacheStatus Hit 这个代表有读到Quatch 那它这个好处是 一样就是你可以走 CloudFair的CDN 就是可以减轻你主机的负担 所以如果你刚刚只打开CDN 跟Quatch外挂 跟这个Workers 你两个比较一下 在你的主机上可能跟我测试的会不一样 如果在你的主机上Workers是比较快 那你可以打开Workers 那只是设定比较复杂 这我会再另外录一段影片来示范怎么设定 那如果没有比较好 那你可以不要用Workers 那尤其是我们现在测试的页面是比较单纯 那如果你的页面 比方说列表文章变多了 有图片 在Workers上面应该会有更高的优势 你可以自己比较一下 因为都不一样 包括你主机 假设你的线路是台湾的 因为免费的CloudFair 它不太会走台湾的线路 因为台湾线路太贵了 它通常会绕到 比如说香港啊 东京甚至美国 那可能就没有你台湾主机那么快 所以你要自己去比较一下 依照你实际的状况来决定 要不要采用Workers 还是就按照前一个方法 你只是打开Prosit 用它的CDN加你自己的快取外挂就够了 而且有些主机商也会推出 适合自己主机的快取外挂 那如果你是用这样子的主机商的主机 那当然直接用他们自己开发的快取外挂 效果会是比较好的 那这段影片就跟你说明到这里 酷 有礼于 你 有礼于 第一次